就是大概把它做出 請輸入那個嘛 所以我們剛剛的東西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原來的那個拆數字遊戲 本來在這裡 其實這一學最大的突破就是 把這個東西 放到網頁上 也就是說可以跳離 不是只有在你的電腦可以用 在任何電腦上面 只要它有瀏覽器的地方 都可以用 所以Jungle其實就把什麼 把Python的那個框框給突破了 也就是所有地方 甚至在手機上也可以Run 甚至在那個像 那個什麼 樹莓派上面也可以 吳大哥回去蠻認真的 又把我上課 講的東西全部 通通又在樹莓派上面Run 而且又可以Run得很順暢 而且沒有問題 這倒是真的不容易 不過其實還蠻好玩的 下課的話其實可以 都跟那個吳大哥聊聊 他其實還蠻熱心的 因為他裝備還蠻齊全的 甚至是那個 我們班上那個 也是救生那個季祥也可以 丹尼爾也有帶 也有那個嘛 你有樹莓派嘛對不對 有嘛 我們班上 有在玩樹莓派的同學有幾個 一個兩個 還有沒有其他人 還有沒有 慶忠也有嘛 對 是 所以其實都可以 甚至可以 私底下可以 互相交流一下 我覺得這還蠻好的 因為不是說只有在那個環境下 為什麼Python 最近會這麼熱門 其實因為他能夠用的地方 實在太多了 像工業4.0裡面很多物聯網的 相關的設備 其實都可以用Python來實現 另外商用上面 你看那個 現在那個 金融3.0 裡面呢 也會用到 金融業 網路爬蟲 城市交易 也會用到Python 所以他其實是 跨工業 跨商業 跨各種 行政處理資料 也可以啊 所以呢 Python其實是 比較是屬於全面性的 這種 城市 像早期 有點像VBA 不過VBA有個問題 就是他沒辦法 跨除 Excel 也沒辦法跨除 Windows Mac可以啦 但是 他還有蠻多的限制 但Python可能這部分 就比較沒那麼大的問題 那今天接著我們來看 就是把剛剛拆數字部分 把它整個怎麼樣 從這邊 請拆數字有沒有 我只是怎麼樣 把它改寫 怎麼改呢 把這邊有沒有 這個東西 把它搬到網頁的地方上去 搬到這邊來而已 有沒有 一模一樣嘛 那只是說呢 你 但是雖然看起來邏輯一樣 可是最難的地方 就是處理這種問題 就是 哪一個網頁 跳到哪一個網頁 所以這裡面 基本上 我只有兩個網頁 一個叫 GasIn 一個叫 GasOut 因為想不出什麼名稱 反正一個In一個Out 這樣最簡單 最簡單 如果你還有簡單的 你Gas1 Gas2也可以啦 那 如果說我今天GasIn 是說讓使用者拆 送出之後送給GasOut 他會去怎麼樣 判斷 如果 不對 他會回來 回來這個GasIn 然後呢 底下顯示太高太低 然後如果對的話呢 就是 告訴我答正確了 就是 也是到 GasOut就好了 所以這裡 基本上 不用像 我們原來寫的 無窮迴圈 所以這個無窮迴圈 可以拿掉了 Blake當然也可以拿掉了 所以你要想一下 哪些環境 是 在網頁上 哪些環境 是我們原來 所以你會Input 特別重要 Input 你就要想到什麼 把它改成表單 改成這個 這個文字方塊 外面一定要包一個表單 FORM 有沒有 OK 然後丟過來之後的話 你還要再傳遞到另外一個網頁去 這些 還有輸出的時候 還要轉換 這些東西 所以 這些都是比較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盡量 如果這些都可以 很順利的把它轉移的話 那恭喜你 以後 再複雜的東西 以前上個學期寫過的所有東西 通通可以在Jungle裡面 網頁上面被看到 甚至早上那個 那個 春夏還有試用那個 圖表有沒有 畫那個圖表 Jungle也可以用 沒有問題 以前我們畫很多 那個像 Excel裡面有畫圖表功能嗎 如果以後你希望 跑完結果之後 自動輸出 比如說我們 可以做一個練習 預測世界盃到底哪一隊 可以打冠軍對不對 比如說每個人都預測 然後可以 產生一個 報表 然後呢 輸出一個圖表 馬上就知道 猜 什麼 德國隊的幾票 那個 巴西隊的幾票 還有哪一隊幾票 OK 這樣不就馬上感覺 很 即時的 就可以看到一個 結果出來 是因為剛好我昨天有看那個 那個巴西 對那個哪一隊 那個 哥斯大黎 哥斯大黎 哥斯大黎家 哇 太精彩了 前面剛好一直都 都好幾球 本來會進 又是沒進 蛤 很強很強 所以 那最後 就真的終於進了 連那個進了之後 連他們的教練都跌倒了 都摔倒了 簡直太開心了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轉換 我們來看 我先DEMO一下 GAS IN 也是一個表單 所以我這個GAS IN 其實是拿那個 MANCE CI 那個來改 其實都一樣 輸入按送出 那我輸入10之後 他會 誒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其實 他已經 丟到GAS OUT了 而且丟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A A被看到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A是 這個RND 不是RND被看到了 答案是13 對 如果說你現在 當然隱藏欄位 放這邊的話 像我們直接輸入13 按送出會怎麼樣 恭喜答對了 對 這樣就露線了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用的是隱藏欄位的話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用GAT 可不可以 我用POST啊 POST上面就看不到啦 對不對 也可以啊 不過你可能就要 第一個 如果你實在要堅持用隱藏欄位的話 那你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要把它改成POST 但是你把它改成POST之後呢 你要面臨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會有人去檢查原始嗎 當然我可能有了習慣會去看啦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會 這邊就有一個input 有沒有 name叫hidden 所以以後你們看一下 你的網頁喔 隨便去檢查一下 會不會有hidden 後面有個value value就答案了 有沒有 OK 不過當然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做這種事情啦 如果你沒有上這個課 你可能也不知道什麼叫hidden 對不對 原來喔 網頁裡面很多的hidden喔 所以以後你可以看一下 很多你要的東西 找不到的答案呢 其實通通在hidden裡面 有沒有可能有工程師會這樣做 真的也是會有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除非你有真的來上這種課 會上這種課的人 人也不多嘛 不過當然呢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就要試著把它解決掉啦 OK 不過我們按部就班來 反正第一個 先可以做出偽藥的效果 不管說這個東西 把它重新整理 所以第一個 get in 輸入之後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讓它重跑一下 輸入10 送出 這時候random又重新跑一個 當然你如果不看到 你也不知道的話 那你就可能就輸入15 它會不會太高了 對太高了 一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 我們今天還是標準化流程好了 一 你該做什麼 其實我的習慣是先做template 所以其實 我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這個template 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template 就是它的表單 讓使用者輸入地方 就等同是以前我們的input input 讓使用者輸入 那我要怎麼改 一 先到那個 我的 如果之前已經有寫了一個month CAI的話 那我的習慣是什麼 乾脆直接從那個month CAI 有沒有 那個我們的專案裡面 會有template 那template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先把這個砍掉好了 重來一遍好了 假設 我用那個month CAI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又貼回去 名稱就是叫什麼 叫gas 所以template 先做嘛 就是介面 再來把它打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改幾個地方喔 第一個 Action 你就不能丟給原來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 一 把它丟給我們後面要產生的一個 叫gas out 有沒有 這個是in 然後 Action 就是丟給誰 處理判斷 就是gasout 然後呢 我們用的這個呢 我們就不要用什麼 用get 我們用那個什麼 poss ok 那poss 我還跟各位講過有沒有 會出現錯誤嘛 下面還要再加一行嘛 那個也許你們可以查前面的 或者它出現貼回來也可以 再來的話呢 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隱藏欄位 你放上面放下面其實都可以 乾脆這個 不要礙眼 這個把它放哪裡 這個把它放下面算了 只要在縫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是input 那問題為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把它改一下 這個地方我就拿什麼呢 拿那個 我們剛剛拆數字遊戲 這個這一串好了 請在 那個1到20之間呢 拆一個數字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讓它有個冒號 多一個 換行要不要呢 這個br換行 然後呢 會有個輸入嘛 所以它input type不是text 就是一個文字框框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做的 就這個上面的文字 就在這一串 那換行的話呢 就是br 所以它後面有個br 換行 然後input type 有沒有 它輸入之後的話呢 它的名稱叫A 所以呢 我要get它的話呢 我就是request.get 中瓜胡 雙引號裡面A 就可以抓到它 有沒有 丟過來的東西了 那三命就是什麼 三命就是這個啦 按鈕 OK 裡面呢 我就隱藏欄位放一個 隱藏欄位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啦 只要在fong裡面就可以了 表單裡面就OK了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 不過 我的隱藏欄位的名稱 我叫rnd好了 前面的程式好像我叫rnd 這個rnd 這個rnd指的是乱數產生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 value也叫rnd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把它save一下 完成第一個templates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get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要view view的部分呢 你要改什麼 就是 will get in 跟get out 那其實可以參考 那個minesci in minesci out 去改寫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這個template先完成 畫面先還